火炮射擊快速填裝彈藥 炮兵後備部隊在漢光演習中 展現強大戰力 但現在國軍徵求炮訓部教官 竟然向中了報紙廣告 這個咔咔腳 你沒看錯報紙分類廣告中 炮兵指揮部直接刊登偵才訊息 預計召考五名教官 包含戰術組 一般組 兵器組和防空組 但成效真的好嗎 我們這種年紀很少人 很少會看報紙 現在大家不看報紙了吧 會在工人旁邊 就會覺得說 他們是真的有這麼缺人嗎 是蠻特別的 不太會有這種教官在爭執的 這麼說不是沒道理 畢竟這則國軍廣告 就登在板魔宮隔壁 確實有點突兀 如果非常有限的話 或許應該把資源放到現在 在網路上面或數位使用上面 更有效率的平台 不過我想這樣的一個創意跟用心 還是值得肯定 我們在網路上也有肯定 希望說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可以廣增這個人才 國軍在報紙刊登 偵才訊息 雖然有創意 但也讓民眾反應很兩極 三連續人格子剛 周凱 台北報導